第813章 钻石交易 中 乔治见到庄睿停下脚步,和院子里的人对视起来,联盟从后面轻轻推了一下庄睿,在他耳边说道,不要看那些人进到交易厅里面去。 另外三个保镖也已经从车上下来,前后涌促着庄睿向一处高枪大院走去,这个院子只不过是交易所的停车场,并不受到钻石交易所的保护,前方的交易所是一栋很大的红顶房子,四周外墙上拉着高高的电网,大门是双电动铁门,在门口处站着四个首持AK47的保安。 庄先生,我们在这里等你,请千万记住,不要在里面惹事。 来到大门前,庄睿一行人被那几个保安拦住了。 由于钻石原石交易的高风险性,南非国家对钻石原石交易实行交易人执照制度,没有执照的人是不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的。 而庄睿这一行人里面,只有庄睿办理了交易执照,所以就连鹏飞也只能等在外面。 庄哥,这…… 鹏飞有些不放心。 没事的,交易所会保证客户的安全,你不用担心。 乔治似乎对鹏飞很感兴趣,这一路上,在和庄睿聊天的时候,时不时地会和鹏飞说上几句话。 只是鹏飞对他不怎么感冒,往往是乔治指手画脚地说了半天,鹏飞才从嘴里蹦出一个单词来。 鹏飞,没事的。 庄睿向鹏飞摆了摆手,再怎么说,钻石和黄金是南非最主要的出口产品。 如果连交易所的安全都无法保证的话,那这个政府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 先生,我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? 出具了交易执照之后,庄睿走进了那栋红颜色的房子,迎面过了一个白人男子,和庄睿打起了招呼。 我需要这个星期的钻石拍卖单,另外,还要一个房间看货。 在临来之前,秦浩然就向庄睿解释了钻石拍卖的流程,和翡翠公盘不一样,钻石的拍卖是极其隐私的。 在交易市场内,每个交易商是不会相互见面的,而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所看中的钻石是被谁给拍走的。 一般情况下,在交易会进行的时间内,每周二之前,交易所都会给每个拥有执照的看货商提供一份拍卖原始清单。 接到这些清单的客户,由不同时间和方式进入市场,然后被安排到各自独立的交易房间,进行看货和认购。 上报价格后,每位买家就可以离开,回去等候消息。 在交易期内的每个星期五的下午三点为开标时间,倒是会公布钻石的拍卖结果。 中标人根据自己的结果和交易所结算。 钻石可不同于翡翠原始,动辄一块数十甚至数百斤,这东西小贷就可能价值上亿,所以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 交易所给买家出具证明,使其可以通过海关带出南非。 这样,虽然没有赌识那般刺激,但是确保了交易人的隐私和安全性,从南非的钻石交易所成立以来,一直都延续着这种交易方式。 不过,即使如此,还是有不少的钻石买家被当地或者一些国际犯罪集团给盯上,那些日本人就是不知道如何走落了风上,最终是人亡才师。 这种交易也有特殊情况存在,那就是买家没有赶上周二的时间,又不愿意等到下周,可以向交易所出具资金证明,只要没到周五开标的时间,也是能临时加入本周拍卖的。 像庄瑞昨天来到约翰内斯堡的时候,已经是星期三了,他自然接不到交易所的拍卖清单,不过庄瑞实在是不想等到下周二了,这才提前赶到了交易所。 当然,这里面也有个限制,那就是提出申请的那个拥有职责的交易人,最少要有一亿欧元以上的购买力才行。 先生,请跟我来。 那个工作人员打量了一下庄瑞,然后带他进入到一个办公室里,给庄瑞倒了一杯咖啡之后,说道。 先生,请出具您的资金证明。 庄瑞从秦浩然那里听说过这个流程,当下打开手包,拿出两张瑞士银行开具的吴济明银行本票,摆在了那个工作人员的面前。 大卫,请来一下。 那个白人拿起桌子上的电话,叫了一个人进来。 威廉,没错,两一欧元,随时可以提取的。 接到电话进来的大卫,应该是个会计师,在检查了庄瑞的银行本票之后,向那个叫做威廉的工作人员点了点头。 好了,谢谢你,大卫。 等到那位会计师出去之后,威廉满联堆笑地将银行本票还给了庄瑞,然后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一份报价单,放在了庄瑞的面前。 庄先生,这是本周拍卖的钻石清单和底牌价格,您可以先看看清单,如果需要验看实货的话,我可以给您拿来。 能拿出两亿欧元来的人,那已经是交易所非常重要的客户了。 威廉打开那份清单之后,指着上面对庄瑞说道。 庄先生,您看这棵,这是去年八月份采的一棵钻石,中四十八棵了,起拍价只要五百万美元。 再看看这棵,这可是去年采出的最大的一棵钻石,而且还是反钻了,起拍价格是一万五千万欧元。 相信庄先生,是有失利将其埋下来的。 威廉狠自来熟地坐到了庄瑞的身边,不遗余力地再向庄瑞介绍这清单上的算石。 那架石恨不得将庄瑞口袋里最后一个钢本都掏空了。 靠,这玩意儿就是被肥萃贵。 庄瑞在心里暗骂了一句,要知道,一克拉只相当于零点二克,五十克拉也不过就是十克左右,也就是五分之一两,居然就能卖到上千万美元,这比鸡瓶肥萃都要贵得多了。 庄先生,您再看看这个。 威廉见庄瑞不知可否的样子,又指向了另外一颗钻石。 谢谢。 我先看看。 庄瑞笑着看了威廉一眼,打断了他的话。 要是按照威廉介绍的买,回香港,老丈人非要和自个儿拼命不可。 庄瑞此次来南非,就是要帮秦氏珠宝,还有自己的秦瑞琳,勾得明年一年的钻石原石的。 他可不敢大手大脚地去花这笔钱。 现在国际市场上的裸钻价格,根据其光泽和色彩的不同,基本上是四千至一万人民币一克拉,换算成欧元的话,大概是四百到一千欧元一克拉。 当然,像一些极其罕见的粉钻和整体比较大的钻石,这些价格就不适应了。 打个比方来说,五十颗一克拉的钻石可能只需要五十万人民币就能买得到。 但是,一克五十克拉的钻石,恐怕您就是拿五百万甚至五千万都买不到的。 像前几年在南非出产的一颗重量约五十五克拉的钻石原石,最后被一个珠宝商用一千两百万欧元的价格拍走。 而出产那颗钻石的矿场,更是被一家美国公司用一亿美金的价格直接给收购了。 刚才威廉给庄瑞所介绍的这几颗原石也是如此。 一颗钻石的重量和纯度能使其价格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往上翻的。 所以,别看庄瑞这次带了不少钱来,如果他只挑选极品钻石的话, 恐怕最多也就只能买上几十颗而已。 啊,庄先生,您慢慢看,有什么需要随时喊我。 威廉知道,自己刚才的举动让这个年轻人产生了反感, 于是站起身来,又给庄瑞倒了一杯咖啡,安静地坐在了旁边。 按照秦石珠宝在东南亚各国那么多连锁店的年销售量, 恐怕最少需要三万克一至三克拉的散钻, 这差不多就要花费八千万欧元左右了。 另外,还需要购买一些三克拉至十克拉左右, 纯度品质高一些的钻石, 差不多还要八千万。 另外剩下的几千万欧元, 倒是可以选购几颗极品钻石了。 庄瑞在心中暗暗地算着账, 那几万颗散钻不需要质量很好, 但是最好是一匹牌皮里面的, 至于另外两种, 就需要庄瑞仔细挑选了。 诶,这个倒是可以。 庄瑞看到有一个批量的牌皮, 一共是两万八千多颗散钻, 都是出自一个矿城的, 底牌价格为四千一百万欧元, 也是此次打包拍卖最高的一个价格。 威廉先生, 麻烦您拿几张拍卖单来。 这样的散钻, 都是一些品质一般的钻石, 庄瑞根本就不需要去验货。 结果威廉拿过来的几张拍卖单后, 庄瑞填好拍品标号, 在下面填上了八千两百万欧元的拍价。 客户的投标价格, 工作人员是不允许看的。 所以, 威廉等庄瑞填行完, 并将投标单放入一个专用纸袋密封好之后, 才凑到庄瑞身边, 说道, 庄先生, 您还要选购一些单颗钻石吗? 以威廉的工作经验, 自然能看出, 庄瑞所购买的是散钻, 不过这么大一客户, 威廉不推销出去几颗基品钻石, 未免有点不甘心。 威廉先生, 这颗粉钻和这颗四十八克了的钻石, 呃, 还有这几个, 您能拿给我验看一下吗? 威廉的努力得到了回报, 在看到庄瑞所指的那几颗钻石之后, 他几乎快幸福地晕了过去。 814张, 钻石交易, 下。 庄瑞所指的几颗钻石, 最低的几百价都在五十万美元以上, 其中更有那颗价值一千五百万美元的粉钻, 和重四十八克了的钻石。 威廉在心里顾了一下价, 庄瑞要看的钻石, 差不多在五千万美元以上。 其实庄瑞对那颗一千五百万美元的粉钻, 兴趣并不是很大, 因为这样的钻石, 最后的标底肯定会在三千万美元以上。 庄瑞现在手上一共只剩下了四千多万欧元, 折钻成美元的话, 也就是五六千万左右。 如果买下这颗粉钻, 那就没有资金去采购别的高品质钻石了。 不过, 既然来了南非, 庄瑞自然是要见识一下还未经加工的极品钻原石了。 好的, 庄先生, 请您稍候, 我马上就为您把这几颗钻石拿过来。 威廉将庄瑞挑选的四十多颗无克拉以上的散钻, 还有那六七颗极品钻石的编号都寄了下来, 然后匆匆地走出了办公室, 去准备钻石让庄瑞验货了。 不过, 庄瑞等的时间可不短, 过了二十多分钟之后, 威廉满帘歉意地走进了办公室, 说道, 庄先生, 实在对不起, 由于您事先没有预约, 这些钻石现在都有人在验货, 需要多等一会儿。 按照交易所的规定, 他们会根据拥有执照人所提交的申请, 去安排每个人的看货时间。 庄瑞横插了一脚, 自然打乱了他们的安排,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很正常的。 没事, 威廉先生, 请尽快安排就好了。 庄瑞知道规矩, 摆了摆手, 示意自己并不在意。 作为全世界最大的钻石交易场所, 又是每年一度的钻石交易会, 看货的人, 当然少不了的。 一定, 一定的。 威廉打着包票出去之后, 庄瑞又等了半个多小时, 除了一个脸上长着雀斑的白人女孩, 进来给他倒了杯水之外, 威廉确实再也没有出现。 庄瑞等得有些急躁了, 站起身, 打开了办公室的门, 准备去询问一下的时候, 刚好看到威廉手里拎着一个四四方方的金属箱子, 和两个黑人, 还有一个黄皮肤的阿拉伯人, 并排从另外一个房间里走了出来。 在他们几人的身后, 还有两个手指冲锋枪的白人男子, 相比是交易所的保安人员, 走在最前面的是个阿拉伯人, 大约三十出头的样子, 头发很短, 穿着一身花花绿绿的衣服, 这和钻石交易所里都是西装革履的打扮, 有着很大的反差。 阿拉伯青年身后的一个黑人, 一边往外走, 一边在对着威廉指指点点的, 一脸不高兴的样子。 而威廉的态度, 让庄瑞感到很奇怪, 居然是连连点头, 口中更是一直在说着对不起。 要知道, 在南非这个国家, 虽然是黑人执政, 但是黑人的地位还是很低的, 整个国家的经济以及能源动脉, 都掌握在白人的手里, 也可以说, 整个南非都是在为西方国家打工。 白人在南非拥有着许多特权, 这都是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。 虽然曼德拉执政之后, 废除了大部分的白人特权, 但是白人在南非的地位, 还是很高的, 向来都是用鼻孔来看黑人。 威廉对一个黑人青年这么恭敬, 而这个黑人, 应该只是那个阿拉伯年轻人的侍从, 不由得让庄瑞对那个阿拉伯人多看了几眼。 在把几个人送到交易所的门口之后, 威廉擦了擦额头的汗, 这才拎着箱子转身向庄瑞走了过来。 不过那个阿拉伯人并没有走出交易所, 看到威廉走向庄瑞的时候, 忽然咧着嘴对庄瑞笑了一下, 露出了血白的牙齿。 庄瑞虽然不认识这个人, 不过还是礼貌性地回了一个微笑, 只是让他愤怒的是, 那个阿拉伯人在笑过之后, 忽然抬起右手, 拇指和食指张开, 呈一把手枪的形状, 对着自己的太阳穴做了个开枪的动作。 麻痹的, 有病啊! 庄瑞看到这个人的动作, 心是愣了一下, 继而愤怒了起来。 看这人的举动, 和眼中透出的那种不善的神色, 并不是在和自己开玩笑。 Fuck! 阿拉伯人是有钱, 但是也不能对自己做出这种侮辱性的动作。 庄瑞张大了嘴, 用嘴型骂出了一句英文来, 然后横过手掌, 在自己喉肩划了一下。 庄瑞虽然不想惹事, 但是他也不怕事, 大不了这交易会不参加了, 拍拍屁股回国好了, 他不信这人能把自个儿怎么样。 见到庄瑞的举动之后, 那个阿拉伯人明显地愣了一下, 继而脸上露出了怒色, 冲着庄瑞翘了瞧大拇指, 然后微微侧过头, 对身边的黑人说了几句话。 庄, 哦, 天哪, 庄先生, 请进来, 快点进来。 威廉可是面对着庄瑞走过来的, 开始见到庄瑞做出这个动作的时候, 还有些不解, 不过随着他回头看到那个阿拉伯青年之后, 脸上顿时露出恐惧的神色, 一把拉住了庄瑞, 往房间里推去。 两个持枪的保安也跟进了房间, 他们的职责就是保证客户在验货时货物的安全, 对刚才那无声的冲突视而不见。 天哪, 庄先生, 您怎么会得罪那个人呢? 进到房间之后, 威廉的脸色有些难看, 说道, 庄, 你要小心了, 那个人就是个恶贯, 他一定会去找你麻烦的。 威廉先生, 是他先挑衅我的, 他刚才对我做了一个开枪的动作。 说老实话, 庄瑞也郁闷, 哥们招谁惹谁了, 那家伙毫无缘由地对自己做出了威胁的举动, 难不成自个儿还要躺倒在地上配合他。 不过能把威廉吓成这副模样, 看来, 那个阿拉伯人的来头似乎不小, 威廉叹了口气, 说道, 哎, 你不应该出房间的, 那样他就不知道是谁要看货。 庄, 你太不了解钻石交易了。 钻石交易所之所以单独拍卖, 不让交易商之间相互见面, 就是为了在最大程度上保护客户的隐私。 要知道, 钻石交易动辄上亿, 被很多犯罪集团都惦记着, 一旦走漏了风声, 恐怕就是待在警察局里都未必见得安全。 威廉, 你说说那个人是谁吧? 威廉说的这些庄瑞都知道, 但是他也不是神仙, 知道自己一出门就会碰到威廉和客人从别的房间里走出来。 现在庄瑞所关心的, 是那个对自己怀有恶意的阿拉伯人究竟是何方神圣? 他是利比亚的将军, 威廉说道。 将军, 这么年轻, 庄瑞看那个人不过三十出头的样子, 居然是个将军, 不仅有些好奇。 老天, 他是卡扎菲的儿子, 威廉对庄瑞打断他的话很不满意, 接着说道, 你知道卡扎菲是谁吗? 你知道那个人在非洲和阿拉伯世界拥有什么样的势力? 年轻人, 你不该向他调性的。 听到卡扎菲的名字, 庄瑞的面色终于变了。 他虽然不问政治, 但是刚好看过一本书, 是由著名记者唐老鸭写的, 就是采访卡扎菲的一些技识。 卡扎菲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, 是人对他的评价是毁于参半。 在一些人的眼里, 他是大救星, 民族英雄, 革命领袖, 而在另外一些人的眼里, 他是狂人, 疯子, 恐怖主义支持者。 但不管是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, 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。 卡扎菲领导这个大约有六百多万人口的国家, 摆脱了贫困。 1981年, 利比亚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.1万美元, 成为非洲最富的国家。 即使在遭受西方经济制裁多年后, 利比亚也是非洲生活最富裕的地区之一, 国民享受义务教育和完善的医疗体系。 卡扎菲是通过政变上台的, 上台后立即驱逐国内的西方势力, 实行独裁。 可以说, 在利比亚, 卡扎菲就是唯一的上帝, 并且受到很多非洲小国家的尊重。 这样一个被英美等西方国家憎恨了几十年的人, 自然活得有滋有味, 不能不让人佩服他的强势。 不过庄瑞在非洲惹上他的儿子, 那也不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情。 卡扎菲的妻子一女, 涉足了国内的石油、 燃气、 酒店、 媒体、 流通、 通信、 社会基础设施等诸多产业。 利比亚已经探明的石油储量约为430亿桶, 天然气探明储量达1.48万亿立方米, 仅是靠石油天然气的出口, 卡扎菲的子女们就大赚特赚了。 每年有数百亿的美元流入到卡扎菲儿女的腰包里。 据推测, 利比亚向海外投资的资本也是归他们所有, 规模约达700亿美元。 卡扎菲的子女在海外还购置了大量的房产。 而庄瑞见到的这个人, 就是卡扎菲的小儿子穆塔。 这家伙性格焦躁残暴, 依仗着卡扎菲的宣誓, 在利比亚国内无恶不作, 曾因在瑞士期间被控殴打随从, 而被瑞士警察挽留, 和当年萨达姆的儿子乌黛都有的一批。 庄, 我建议你在明天开标之后就离开这里, 那样木塔就不能对你怎么样了。 在给庄瑞介绍完木塔的性格之后, 威廉很好心地劝了庄瑞一句, 他在这里已经工作了五六年, 深知这些非洲独裁国家子女无法无天的事情, 即使木塔在南非杀了人, 也是有外交豁免权的。 谢谢, 威廉, 我会认真考虑你的建议。 麻痹的, 这木塔整个就是一利比亚的太子党啊。 庄瑞心中有点小郁闷, 哥们要是睁儿八经地论起来, 也能算是国内的官三代吧, 怎么就没享受过他们那样的待遇。 不过庄瑞也不怕那个木塔, 明天下午开完标, 晚上自己就拍拍屁股离开了。 反正回去的时候, 又不经过利比亚的领空, 那家伙再有能耐, 总不能在别国的上空, 出动战斗机把自个儿给打下来吧。 蔡说了, 现在距离开标只不过是一天的时间, 恐怕木塔还没查出自个儿的来历, 庄瑞就已经在回家的途中了。 庄, 作为朋友, 我还是希望你能注意安全。 威廉见到庄瑞有些不以为然, 在心中暗自叹了下气, 他可是知道, 木塔这人心眼十分小, 雅兹必保。 曾经有一个西方记者, 在报纸上报道了一些关于木塔的反面新闻, 木塔就雇佣杀手, 将那个记者当街击毙。 此事曾经在西方国家引起了轩然大波, 不过由于卡扎菲一向不了西方国家, 最后这件事情还是不了了之, 只是木塔再也不敢前往西方国家了, 否则就会受到指控。 一只窝在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木塔, 这几年不知道是不是嫌疑无聊, 居然做起了钻石生意。 借助雄厚的彩礼和其父亲在非洲的身亡, 垄断了不少国家的钻石原石。 当然, 南非国内的势力错综复杂, 木塔还没有那么大的能力, 将南非的钻石生意垄断下来。 谢谢, 我们还是先看钻石吧。 中瑞不想在这件事情上纠结下去, 就算自个儿怕了他了, 明天就走人, 还不成吗? 威廉听到庄瑞的话后, 拿出一把磁性钥匙, 插入到桌子上金属箱的一个孔内, 而身后的一个保安也拿出了一把钥匙, 插入到另外一个钥匙孔里面。 在威廉和那个保安同时扭动钥匙后, 金属箱的扣鼻处啪的响了一声, 金属箱的盖子微微向上动了一下。 威廉让开了身体, 把金属箱的正面对着庄瑞说道, 庄先生, 这里面都是你需要烟货的钻石, 不过你只有三十分钟来烟货, 因为下面还有人预约, 这已经是我能安排的最长的时间了。 我想三十分钟的时间应该足够了。 庄瑞打开了金属箱之后, 发现那金属箱里面是一个个可以折叠的像抽屉似的小格子。 随着箱盖的掀起, 六个由黑色金属做出的格子抽箱出现在了庄瑞的面前。 每一层格子上面都贴有一个字条, 上面用阿拉伯数字标注着这个盒子里面钻石的底牌架。 在箱子的最上面, 还有一个高倍放大镜和一个夹子, 这是交易所提供给客户查验钻石的工具。 当然, 客户也是可以自己携带工具的。 庄瑞接着个来得匆忙, 什么都没带, 当下拿起了那个放大镜, 拉开了最上面的一个格子。 这就是钻石原石。 第一层的抽屉里面, 摆放着18颗重量在10颗拉椅上的原石, 和庄瑞以前所见到的那些钻石成品不一样。 这些原石虽然也是晶莹剔透, 但是并没有加工过的钻石身上那种光泽, 而且没有经过切面, 钻石的形状也是极不规则的。 庄先生, 这些都是权无瑕的D等级钻石, 纯净度位VVSI级别, 相信你能满意的。 威廉在旁边给庄瑞介绍着。 哦, 我先看看。 庄瑞用夹子加起一个只有黄豆粒大小的原石, 拿到眼前, 用放大镜仔细地查看了起来。 从表面上看, 这颗原石的确没有任何的瑕疵, 光泽度也很不错。 庄瑞分出一股灵气进入到这颗钻石里之后, 顿时感到一种清冷的气息。 他以前用灵气查看过钻石, 知道这是钻石特有的气息。 时间紧任务中, 庄瑞在看完第一颗钻石之后, 就用灵气在拉出来的盒子里扫了一下, 仔细地分辨了这些钻石里所蕴含的灵气强弱, 然后用夹子拨出来12颗。 这12颗原石都是相对灵气比较强一点的。 庄瑞装模作样地检查了一下这12颗原石, 拿出报价单, 填写了自己的排卖标价, 封好后交给了威廉。 而威廉则是拿出一个黑色的小袋子, 将这些钻石装到了里面, 重新放回到那个箱子里。 在下面的那些格子里, 钻石的数量就没有这么多了。 第二层只有三颗钻石, 底排价就已经在50万美元以上了。 而下面几层, 则都是放着一颗钻石, 最下面的那个箱子里, 放的就是那颗彩钻。 这颗钻石的重量是78.2颗了, 整颗钻石呈粉红色, 即使没有开面和抛光, 都向外散发出一种盈盈的粉色光色, 就像是钻石外面有一层光蕴一般, 十分的美丽。 当然, 美丽的代价就是, 这颗粉钻的底排价高达1500万美元。 庄瑞看了半天之后, 最终摇摇头放弃了, 因为上面那几层抽屉里的钻石, 已经让庄瑞耗费光了, 他次次带来的资金。 为了明天能顺利中标, 离开这见鬼的地方, 庄瑞的报价, 要比市场价格高出了三成。 要是没有什么意外的话, 他应该可以拿下, 除了这颗粉钻之外的那些钻石。 如果庄瑞有耐心再等上一两个星期, 或许他可以少花近千万欧元, 买到同样的钻石。 不过经历了昨天的事情, 还有今天又见识了非洲太子党的嚣张, 庄瑞宁愿多花点钱, 也想尽快地离开非洲。 庄先生, 希望您明天能顺利中标, 我还有客户要招待, 就送您到这里了。 在庄瑞投完所有的标单之后, 威廉将箱子重新锁好, 把庄瑞送到交易所的门口。 按照规定, 已经投标验货的客户, 是不允许在交易所内过多停留的。